嗨 大家好 我是Jeffrey 鄭志利 今天要跟大家講的是萬聖節 這是我來美國過的第一個萬聖節 之前都知道萬聖節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節日 沒想到這裡這麼隆重 萬聖節是十月三十一號 但是從九月開始就陸陸續續有人裝潢自己的家裡了 毫不誇張地說幾乎百分之九十八的房子它都有裝潢 甚至連在路邊搭帳篷的那些流浪漢 他們也不服輸 臨近萬聖節的那一個星期 大家開始已經慶祝起來了 前一個星期我們學校就搞起了一個party 我記得萬聖節那天是禮拜三 我記得萬聖節那天是禮拜三 除了老師有帶糖果去學校花給我們 那一天同學都有Costum去學校 Hi 今天是萬聖節的當天 現在我要去學校上課 我的萬聖節裝班跟別人比起來 其實很不走心很簡單 現在讓你們看看Gabriella 我的室友當天一大早因為要去上課 起了個大早開始化妝裝班 然後我就說這個是你今天的Costum嗎 他說不是這個是白天的 今天晚上還要換一個 早上的Costum 萬聖節當天晚上你走在大街上 你可以看到各路的妖魔鬼怪 但是當然除了大家會扮成鬼 大家也會扮成自己想要的一些角色 包括遊戲裡面的 電影電視劇裡面的 還有歷史人物還有童話故事裡面的 是時候看它來看 在海外的那裡 那天都會搭訕 到海外的火 peppers 到海外的那裡 在海外的家庭裡 哪一天都會搭訕 在海外的家庭裡 哪一天都會搭訕 哪一天都會搭訕 我在海外的家庭裡 因为我的室友是泰国人嘛 我就问他说 像Halloween万圣节在泰国 是不是也是这么疯狂 他说没有 泰国人他们最主要的狂欢 是在泼水节 他就问我说 你们中国呢 你们中国的狂欢 是不是在新年 然后我想一想 我们中国新年 大家有没有在狂欢呢 感觉比较多的是在催婚吧 过年是我们父母狂欢的节日 反正那一天 大家是想尽办法的各种卡位 各种博出位 在我看来 在这一天晚上 不管你搬成什么样子 都很难成为焦点 因为他们的装扮都非常的专业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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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明镜